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叫 《驯鹿脚上的彩带》 这本书的作者呢 他今年74岁了 他叫巴拉杰伊 《史鹿厄温克人》 这本书啊 写了一对青年的厄温克族男女 他们特别动人的爱情 下面我们用掌声请上 这本书的作者巴拉杰伊 和他的外孙女姚娜 掌声欢迎 好 再 先坐下吧 好 这舒服啊 要往后面软一点 好 这样坐着舒服吗 行啊 好的 来 我们再给老人一点掌声 你看 大家都特别高兴 欢迎您 我想问一问 就是您是从小就一直生长在森林里面吗 对对 这都是大厦的原始森林的 这个名人是住一个猎民点 一个部落点 那么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们民族叫厄温克族 那这个厄温克是什么意思 厄温克就是住在森林里的狩猎民族 住了多少年 就是在森林里面待了多少年 就二百多年了 整个民族在里面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 一直都是靠狩猎为生吗 对 一直都是狩猎为生 那就是在山里面可以打很多猎物 都是些什么动物呢 哎呀 森林里的都这么大个 有森林 什么动物都有 嗯 熊也有 有 有 还有什么 鹿 鹿 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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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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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 这些动物当时在森林里面 随时都有是吗 随时都有 因为我看您这本书里写的就是有这个主人公大傻有一次遇见一头大熊 特别大的那种 那是冬苍的就是冬眠的熊 四月中间就出动了就开始找吃的啥的 就是冬眠的熊 这时候熊挺吓人的 挺害怕 他就上海熊鹿啊 不是经常能碰着的 偶尔就能碰着 哦 那您在森林里居住的时候 您会碰到过这些动物吗 然后您有没有碰到过熊 比方说 碰到过 当时是怎么回事 你把他吓跑了 还是他把你吓跑了 他把我吓跑了 我吓跑了 我这遇憾 把他吓过去 把他也吓跑了 他忘了没包 我忘了没包 看样子人还是挺厉害啊 那您小的时候 父亲是猎人吗 是猎人 那您也会去打猎吗 谁啊 您啊 我不打猎 不打猎 那在厄文克族里面 男性和女性有分工吗 分工 分工 怎么个分工法呀 这个吧 这个男人呢 都是出去打赖的 嗯 一早晨出去晚上回来 所有家里的话都是女人 女人干活就家里了 那事儿多 给 china做粗笔子 脂皮子 给孩子们做皮包 做皮 给巡路们做那些 那个 就巡路装备啊 然后老多岁呢 还得做脸不上来 哦 就是大的那个面包 就是做衣服做池的 反正都是忙活 女人比男人忙活 女人比男人还忙活 那在您家里 您妈妈的地位高 还是您爸爸的地位高一些 我妈妈 我妈妈 还是我妈 还是你妈的地位高一些 那奶奶 您这本书啊 写的是驯鹿脚上的彩带 这个驯鹿 我们先说说这个驯鹿 因为驯鹿在 厄文客人的生活里面 是不是特别重要 你们平时要饲养它 对对对 就是特别重要 都用它搬家呀 拖东西呀 所有家里的东西 都用驯鹿拖用了 不管东西下断了 那它是交通工具 那么还有一些什么用啊 驯鹿 除了搬家 拖用东西之外 就没什么 也会要把驯鹿杀掉来吃 没有 没有杀到驯鹿的 不杀掉驯鹿 不杀掉 哎呀 这是一只小鹿啊 这太可爱了 这是我的这家门家 我的营地 这个小驯鹿刚下生 有个几个小时嘛 哦 他才出生几个小时啊 嗯 他要吃的呢 这个我要吃的 我们看一看这个 巴拉杰伊老人哈 他们跟鹿之间是怎么玩的 哎呀我的小鹿 鹿也没反活 我们也想驯鹿 特别特别想要驯鹿 想那个 我离开这个 一两个月以后 我的驯鹿都认识我 我又来了 听到我的声音都上 上家跟前去 大西安岭的春天来得很晚 春天是大西安岭一年中最好的季节 公路长出了长长的绒角 母鹿也开始生小鹿了 我们的猎鹰地 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 妈 这真烂一烂 春天是我们迅路 安岭客人最忙的季节 我再来 它不动了 太扯了 那我们的习惯 小鹿一生下来 就要给母鹿脖子上挂上鹿铃 让小鹿记住妈妈的铃声 这会有铃铛了 它要不它没有铃铛 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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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行了 你拿一个铃铛在小鹿跟前摇是什么意思 说你 就让那个小鹿听那个铃铛 让它听明白 这是她妈妈带的铃铛 让它熟悉熟悉 您带来的这个 今天这个东西 是什么 也是要 驯鹿的时候要用的吗 这个 就刚才你们看着吗 抓鹿的时候就用的 老远他们都过来 这个 就是 用憨的蹄子 这是用憨的蹄子 磨出来的 对 这样敲打的时候 它声音特别大 然后用这个声音 就可以把驯鹿全部召集过来吗 嗯 那个动静大 我那个整个的就真正的 抓鹿的就是动静好大 这也就是 就是这么回事 您最多的时候 你们家里养了多少头鹿啊 最多的时候 家里能够养多少头鹿 我最多的时候 我七八十 这个也是小鹿吧 这是我家的小鹿 她听她妈的动静呢 听着就灵弄了 你看 听着就 等着她妈快来了 啊 是这个意思 您能够读得懂 她在想什么 您看哈 小鹿好吗 好看吗 好看啊 好看啊 大家说好看吗 鹿 好看 好看 大家都说太好看了 您这本书写的是 迅鹿脚上的彩带 就是把一种彩色的带子 挂在这个迅鹿的脚上 记在这个 记在这上面 嗯 那这是一种什么风俗啊 什么风俗 这个吧 我跟你讲的 这就是 怎么说呢 那个 慢慢说 不着急 就是 就是订婚 哦 订婚的 就是说对象去了 相对象了 人家就是 同意了 愿意把你的 把他们家姑娘 嫁给你了 嗯 那就是 巡路 脚上带个彩带 背个案子 背个 这就算送礼 彩礼 哦 是这个意思 我就用这个名字 就开始写这本符 哦 就需要脚上的彩带 奶奶我还要问您一个问题啊 在你们的路中 有没有神路 有神路 神路 神路是怎么回事呢 神路 神路就是 搬家时候 拖那些 撒满布了 撒满的那些装备 就刚才咱们看到的 所有的 都装个包来 给神路 让他背着 那神路的待遇 跟别的普通的路 是不是就不一样啊 不一样 嗯 普通的军路 它是干活的 嗯 那么神路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神路怎么选的 嗯 那么都不用选 就是 你家的神路吧 就是那个小路 嗯 不管是公路小路 他们永远是神路 哦 我明白了 神路是 必须是 传统接代代代相传的 不可以是别人来指定的 对对对 我们大家可能很想看看 神路长什么样 对吧 跟普通的迅路 是不是不同 我们先去看一段视频 这是奶奶的神路 神路 神路的年纪太大了 难缠 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他 他挣扎了一天又一天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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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害怕了 神路 神路最后我没生下来 难缠死了 神路是我们的神 神路死了有风脏 风脏是我们 迅路恩恩客人 古老的伤葬习俗 神路风脏这天 本来是清朗的天上 突然下起了雪 太阳还明亮亮地照着 要说这时已经六月天气 不该再下雪了 神路 姥姥说 这是上天为我们的神路 撒的花瓣 这就是你们家的那头神路 它就是难缠死的 他这个怎么回事啊 他这个终生不生育 他这个可能就有二十来岁 头一胎就是 他就生不了 如果是神路都死了之后 如果他没有生下孩子的话 那家里面就没有神路了 怎么办呢 就是神路去世了以后 家里没有神路 怎么办 因为他没有生下孩子 就神路没有孩子 对啊 那家里 就没有了 没有就没有了 哦 那后来 那不可能没有 他还有这个神路 他还有个妹妹啥子呢 哦 那好 还是一大家子呢 嗯 他的妹妹什么都可以 哦 这样子的 或者是弟弟了 明白明白 那么像这些路哈 跟就是我看您书中写的 就是完全是跟俄文客人一起 在原始的那个 森林里面居住 完全是跟大自然在一起 嗯 那么后来你们定居了 就是所有的这个俄文客族呢 政府就给下面找了个定居点 嗯 全部都住下去 那么这些巡路 还是在定居点里面养呢 还是说继续让他们留在山里里 嗯 都在山上了 都还得要留在山上 嗯 还得要留在山里 嗯 对 因为我觉得他们离不开山里 嗯 吃不着东西 但是 他们不喝井水 就喝山泉水 哦 不喝井水 只喝山泉水 嗯 嗯 那么其实您在你们这个民族里面 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人 因为 呃 您的妈妈是最后一个萨玛 嗯 同时您也培养出了整个 厄文客族第一个大学生 同时也是第一位画家 就是您的女儿柳巴 柳巴画的画真的是挺棒的 她自己还创 创出了一种新的这个画种 就是瘦皮画 我们看看柳巴画的画好吗 好 来 看一看 回来 回来后 我再没画一画 我天生对皮毛有一种亲切感 我喜欢皮的柔软 光滑 有光泽 我试着用家里的瘦皮 自作皮画 自作皮画 先画好底稿 再选用不同颜色的瘦皮 用猎刀割出 打声 森林 驯鹿 然后再用路径线 拼缝起来 我觉得皮画更适合表现三人生活 更能表达我心中的感情 一幅皮画从起稿到缝完 有时要一两个月 画得好吗 好 奶奶您评价一下自己女儿的画 您评价一下 您觉得柳巴的画画的怎么样 柳巴的画就是皮画我心 皮画我是给他竖皮的 我让他做画 那时候他不愿意在城里呆着 我就回家回森林去 他什么也没带来 他就在森林里都呆着 就想画画的 又想起来 我说什么也没有带 我就正好在那做皮子画 正好在做皮子 他就不让我做 这个皮子好 你看这颜色啥 不用油画 用皮子就可以 对上一幅画 就这么画 就这么就开始画瘦皮画 嗯 姚娜 你对妈妈的画有什么评价 还挺好的 挺好 喜欢妈妈的画是吧 嗯 你能画吗 她她都做不了 她都不会拿针 还就画了 还就画了 现在我不行了 嗯 嗯 在城市里待着呢 还是更习惯这个山林 或者更向往山林 什么感觉 我是比较习惯 在城市里生活 空空空的 像是飞光了鸟的林子 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 没人会理解我 没人会理解我 我又开始偷偷的喝酒 我爱死里的死里 看见我动一次 我当了大城市我回来 死里开心了 可是我下手 死里绝对不是这样 我想爸爸的时候 我上了山上 彩虹好像就在这了 我就那么去抓她 发了山也抓了 奶奶呀 现在您大部分的时间 是在定居点待着是吗 是呀 您的大部分的时间呢 还是在山上 冬天定居点待着 那夏天之后 都在圣里里头 跟我那个营地里头 都跟圣里在一起 我觉得奶奶有点像是 把两代连起来 中间的一个连接性的人物 对吧 又过过原来的那种 纯粹的那个 狩猎民族的那种生活 游牧生活 然后她现在也过过这个 定居点的这种 定居的生活 您是你们这个民族的一个 连接的一个人 一个传承者 真的奶奶 所以您写这本书 当初最早的初衷是什么 这个呀 我就想讲个故事吧 我们民族的这个过去的事情 现在这个年轻人都 也没用语言都不太会说 别说写一本书呢 我喜欢写这个书 就是为这些孩子们留下来 为更多的人 值得我们这个 联名的胜利里怎么收 就这样 讲的真好 所以奶奶 您真的是还要再写下去 奶奶想问问 您是不是还要再给我们 写一部书出来 我写了 继续写了 继续写 好 我们等着奶奶的新作出来 真的要谢谢奶奶 我读完这本书啊 真的很感慨 我觉得它给了我一个 难以想象的神秘的世界 而这个世界 是在你读其他的作品里面 没有办法读到的 在这个世界里 你能看到有那么一群人 他们生活在大兴安岭 大森林的深处 他们和野兽之间 禁竹私斗 他们头枕日月星辰 他们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充满了强烈的浪漫主义 的色彩 我有一个蒙古族的朋友 跟我说过 他说 厄温克人在大兴安岭 深处他们居住了200多年 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 因为失火烧山的情况 就是一个民族 能够跟自然如此的相容 如此的和谐 这实属是极为难得 而在这本书中 奶奶给我们留下了 所有关于这一切的回忆 所以 让我们用掌声 再次感谢奶奶 也谢谢外孙女姚娜 来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再见